嗨哈喽一路老师你好 嗨李大哥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们来介绍你的这个造型凤梨书之路 是不是先把你本来的工作先稍微介绍一下 还没有结婚之前都是在家里帮忙 因为家里是做生意的嘛 所以很小就一直在家里帮忙 然后到结婚之后就是因为很快就有小孩 所以之后都在家里雇小孩 然后老公一个人在外面打拼 所以你还没有正式在外面职场待过 真的是没有上班打卡过 你觉得这是幸福还是不幸 我觉得要把它认为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 因为我不用要每天很早起来 然后觉得可是常常很多人会说 顾小还是一个很辛苦的工作 但是我觉得顾小还是一个很幸福的事 因为你可以陪伴孩子成长 然后再来就是他睡觉就睡觉 其实也没有说很辛苦 你都不会羡慕那些商业社交 然后可以跟同事去什么聊天 我不会因为身边还是有一些朋友嘛 就是有在上班 但是聚会的时候常常是听到他们在抱怨 同事抱怨老板 然后抱怨下雨天很冷 冬天还是要早点起床 然后骑着摩托车去上班 那我就开始觉得 哇塞我现在生活原来是这么幸福 而且上班最大热情就在茶水间里面扒过骂同事骂老板 那个大家还没遇到过 那不会羡慕那个追剧里面那些职场 不会 那你后来是怎么接触这个烘焙 因为小孩子上幼稚园之后 然后幼稚园常常要送一些小点心什么之类的 然后我就觉得是那我想要不一样的 特别一点的 所以我就 因为我老公也喜欢吃凤鱼术嘛 然后我就做一些凤鱼术 我就觉得没有做造型真的是很一般 所以我就 因为我喜欢手工的 其实前面我做手工很多 我去学过蜡烛啊 手工蜡烛跟那个干燥花 所以我就想说 那我把它造型的这些手工DIY 用在凤鱼术上面 应该也是可以的 就我就用了 然后让我的女儿带去幼稚园 就发现大家都好喜欢 然后就开始想说 慢慢的去做 然后分享给身边的人 你就从一些手作里面去找到一些美感 然后再把这些美感用在造型凤鱼术上 那还没做之前 你有特别喜欢吃的凤鱼术吗 喜欢的话大概就是 像大家很有名的 就加德凤鱼术啊之类的 基本上很多伴手里 也都会直接些想到就是凤鱼术 所以我就觉得 那我可以想办法把这个发扬光大的感觉 而且再来是幼稚园 因为应该是说我接触的基本上都是妈妈 然后常常就会听到妈妈就是想要为家里分担一些 家际啊就是不要好像都靠老公的辛苦 然后就觉得那我可以帮助一些妈妈跟我一起 我们一起像是凤鱼术二度就业的感觉 那你自己要先变得很厉害啊 才帮得了他们 所以我一直在默默的自己在进修 所以你都自学吗 我都自学 对因为我觉得造型 其实有一个图片 或者是我女儿说她 我最近很喜欢什么样的卡通 那我看了图片就慢慢去摸索 把那个造型缩造出来 然后像这次就是下这个月嘛 就是6月22号是那个短午节 然后我就想要把我很可爱的造型做成种子的样子 就是应照节日不一样 然后做不一样造型 我还做过圣诞节啊 还有万圣节的造型 然后有节日就让小朋友带去 可是你应该还没有那么快就进入造型的领域 你应该先把凤梨树做的很好吃 对不对 那这样大概有多长的时间 我直接就是 我做就直接是做造型了 直接挑战造型 然后就一开始直接就做造型 对啊 因为我知道凤梨树里面的内餡很重要 那有些用冬瓜 有些人用土凤梨啊 因为我主要是小朋友嘛 那所以我比较注重内餡的成分 当然土凤梨对我女儿来讲话太酸 然后你说冬瓜凤梨内餡的话 对我小朋友来讲 我觉得是太甜 所以我把它取决在中间 你还要自己调配方啊 我自己用 就是把它用在中间 就是不会太酸也不会太甜 而且我的凤梨树 因为我出发点都是 就是喂我小孩嘛 所以我把它用成减糖的配方 健康就对 对 所以你在这个内餡调整的比例上 没有花一段时间吗 漫长的这个修正 我觉得就是在试一两天试口味 然后就觉得这个OK 我觉得可能很有这个天分吧 我看很多人做这个都要先调整很多配方 应该是在那个造型的上面会调比较久 对 然后因为送去幼稚园就开始很多家长会询问 然后我就想跟你买对不对 然后我就说OK 那就开始来制作贩卖 就没想到说生意都 怎么请人家就生意都很好 然后在我放在社交平台上面 有很多人跟我购买 然后购买他们收到又分享 然后分享又就一堆 然后我就想说那我就放在虾皮 对 那虾皮现在也是每天打开就是 一堆订单 一堆订单 对 所以就开始 后来我就觉得 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商机跟市场 所以我就真的 就是今年开始 我就很认真的觉得 我一定要把这个造型凤梨书分享给身边 想要创业或者是想要多一点收入的妈妈 或者是一些 因为现在很多杠杠嘛 对 年轻人也可以来 所以你就从接单又变成开课的老师 对 因为我觉得这个技能不能自己拥有 而且我觉得这个柄很大 大家可以一起来分享 你干嘛教啊 你不会自己弄中央工厂 就是做不来 一个人做不来 所以搞工厂 我觉得就分享爱嘛 因为我觉得做这个过程中 他造型很可爱 所以我觉得做了过程你心情会很好 觉得不只疗愈自己也可以疗愈别人 你觉得卖太好的原因是你卖的很便宜吗 不是我觉得是因为取剩衣造型可爱 所以他也不便宜 他也不贵 我觉得还好耶 可是这个造型只要你一出来的时候 是不是就会有人模仿 山寨版的就出来 对所以就是在于口碑 对就是在于那个内线好不好吃 跟外皮 所以虾皮很多类似的图案就出来 对不对 很多 但是虾皮目前还是我是第一名 就是你的那个量就对 我的量跟评价 这样听起来你像家庭主妇 然后就突然就做凤梨书 然后就爆红 为什么都没有一点那种挫折 很幸运 对 为什么都这么顺利 可能是那个身边朋友 也是都有在帮忙分享 对 然后我觉得还是起去造型 因为第一眼人家看的话就觉得 哇好可爱 然后就想要买看看 然后我一开始的订单 也都是因为有节日 然后就会特殊节日 就会很多人开始疯狂的 就是买跟分享 因为现在很多人都是买的觉得很可爱 他们自己放上去就是限动 然后就会有人是说在哪边买 然后他们就会收到很多分享客人 所以你现在每天一起床 就一直在赶订单 对啊 感到像眼睛种种 那现在有团队了吗 就是有学生能够帮忙做了吗 我现在还在正在培训 所以还没有可以一起做的 但是现在六月份也开了三场课 多久的时间可以把它培训 像我自己的话 其实我摸索一两天 其实就可以上手了 然后假如教他们一堂课 就是一堂课认证他们教 学生认真的话 其实一堂课就可以上手了 可是你这样一直在培养竞争对手 学生开始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 这个的凤鱼书这个柄很大 不要想说是我一个人可以把它吃下来 因为我在商业周刊看到的话 他一年大概是好几百亿的一个上级 所以我觉得是分享给大家一起赚 而且我觉得这么特别的东西不能只能我知道 我觉得是要大家一起共 因为我出发点 我一开始想要出来教课出发点是 我想要就是像幼稚园那些妈妈可以二度就业 帮助这些 还有那个斜杠的 他们年轻人他们想要多赚一点钱 不可能就是下了班很累 还要再去像是什么 我7打工啊什么的 我觉得那个太累 而且没有技术性 你不如学这个 你有一技之长在身上 你随时随地你都可以去接单 然后赚外快 你这些想法你觉得有没有被你先生影响 我们应该是互相影响 因为他是培训讲师 所以一定会一直灌输很多 一定要共好啊 对不对 或是要帮助别人 身边的朋友常常讲说 我也像不怕别人来分这根的话 可能就是因为有大爱 对 那你现在爆红之后 是不是有很多人在打听你的背景 这到底是谁做 然后你为什么都以前没听过 突然就变这么厉害 这个还没穿到我多 我像目前就是想说 把造型风雨树推广出去 对 所以他难是不是就是难在把复杂的图案把它简化 还要再可爱一点 那只要你设计出来之后 是不是大家要学就很简单 对 就是在把那个步骤 其实按照我的步骤跟顺序 把它堆叠起来 好 那你为什么都用这么一小口的一个大小 我觉得一口造型风雨树就是很可爱 因为你就小小的很可爱造型这样子 我觉得太大了就没有它的可爱点 对 是不是本来要给小朋友吃 所以当时就设计下去 所以一开始也就是因为要给小朋友吃 怕他们热量吃太多 一口嘛 怕它灭到嘴巴 所以我就变成一口造型风雨树 就一次吃一颗这样子 对啊 嗯 讲一下你这个异业结合 你后来也有一些品牌授权对不对 水屯军 哦水屯军 讲一下这个是怎么事情发生了 我要先感谢我老公 对 因为也是我老公的介绍 他认识了一些朋友 我做风雨树 他要送礼 我就做我的风雨树 让他去送礼 然后把朋友收到 就觉得这怎么那么可爱 对 然后就说 他说是我做的 嗯 所以他们就说 那可以跟他们水屯军做结合 然后刚好在6月17到9月10号的华山 一文特区那边有水屯军的20周年展 对 然后刚好就是结合 就是从来没有卖过造型水屯军的凤梨树 嗯 然后我就制作水屯军凤梨树给他们 刚好在现场可以贩卖 他看起来很可爱 可是他实际上没有那么可爱 因为水屯军 对 他就是一坨 咖啡色那一坨 像大老鼠 对 然后现场我们就是有教学 给小朋友体验 就是让他们自己去捏水屯军的造型 然后结束之后自己把它吃掉 我觉得是那种事很成就 有一种成就感 对 所以这样讲 很多商业授权 你都很乐意 对不对 哦 我是很乐意啊 像我想说你这个小脚 那角落生物捏起来一定也很棒 角落生物捏起来一定很可爱的 因为小朋友最喜欢就是角落生物 对而且他角色又多啊 那一整个礼盒可能十个二十个图案都有 对 而且他们那个造型的特征跟颜色都很丰富 嗯 所以做起来我觉得会非常非常的可爱 就等待授权 对 等待授权 对 现在可以 等你再红一点让他们来找你 对 我可以先借着水屯军一起 因为他们是一起的 哦 真的哦 授权那个是同一家公司 所以这样讲其实未来还是有很多可能 对不对 就是学了这个自己娱乐自己的小孩也可以借单这样子 对 我觉得是双赢啊 就是你可以在家里制作 家庭也可以顾到 口袋也可以顾到 好那他的工作室到底要多大 其实就是一个桌面就可以了 真的哦 嗯 因为你只是要一个桌面 嗯 然后你就在桌面上制作 然后再加一个烤箱 就很简单 真的很简单 那也不用商业烤箱 不用不用不用 家用烤箱 家用烤箱就可以了 就是看你的量 你要大或小 那这么小是不是烤起来很快 他烤起来也是二十分钟 嗯 其实是大跟小 他的时间是一样的 那你的内线未来有没有可能其他变化 没有 因为我觉得凤梨树 就是凤梨 是台湾的台湾的特产 嗯 然后再来也是 因为曾经看过一个报导嘛 就是凤梨 台湾的凤梨还自销 哦 我懂 对 所以我就觉得 那加减半点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 从造型好好去发想就好 不用去 伤脑筋那个内线 对 我觉得一种把它做到精 然后再来研发外星 未来有可能有机会 现在没想到那个 反正你现在光是造型就可以千变万化了 也不用去烦恼内线 对 因为现在只有一种我就做不来了 因为现在只有我自己一个人 我还没有培训其他的学生出来 可是你已经创了品牌 对 对 叫凤梨 对 你会觉得听到我的名字 就觉得很幸福的感觉 未来会想要把它扩大吗 哦 我现在就有 而且我现在还有百四级哦 我百四级主要的原因就是 先把凤梨这个品牌做大 再来是我教了学生 可以让学生知道是 我学了这个 我可以怎么样去把我的学费赚回来 所以我自己有亲自去串四级 证明给他们看 嗯 我做影片 然后真的就是 我去西门町的四级 我发现西门町这样算下来 最少一百五十滩 做造型凤梨书只有我 我光绕了一圈 有十滩就会有四滩是做水晶的 有四滩是卖衣服的 太普遍了 对 但是一百五十滩 只有我一个是造型凤梨书 我的摊远远望去 大家就觉得哇是什么 怎么很好奇 很容易就聚集 所以 你是去一天验证还是去 我已经去五次了 对啊 都卖光光吗 几乎都卖光光 嗯 我很生气对不对 几乎都卖光光 因为它又可爱又好吃 而且下雨天 下雨天 我记得有一次西门町下雨天 我就说哇 就怎么会遇到下雨 我就想说哇 原来这个就是摆摊的人生 对你会遇到刮风下雨 都会遇到 然后下雨你会看到附近的摊犯 都是愁眉苦脸 但是我的还是造型取胜 我那天既然生意也还不错 下雨天因为大家经过一下 就会发现 诶 到底是什么 我会好奇 然后说是凤梨书 他说凤梨书怎么可能会做成这样的造型 对 不敢想象 对我就说你可以买看看 而且我们的造型不只可爱又好吃 对我看到凤梨书最多变化 有些人做成台湾 就是台 顶多就是正方形圆形 然后台湾的形状 顶多就是这样子 而且那个都是用模具做 对压出来 对 我这完全是纯手工 对 而且还可以可子化 所以这样子量也不可能太大 每天固定的产量 对啊对啊 所以我觉得培训学生也是未来一个发展 那你像西门町一百多摊到时候有一百多摊都在卖造型风里书怎么办 全部都你的学生 我都不担心这样子 你看Seven 一百公尺就一间了 人家也不怕 对也是不怕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不是个问题 不过我想说其实发展到一个程度 每个人也会去创意自己的一个图案 不可能每个人都一直做老师的这个样子 他们可以自己想他们自己的图案 对因为像我自己有我自己的logo的图案 我的就是一个小凤梨 对叫唐妮一个小凤梨的小公仔 我就会做我的那个造型出来 对 所以未来好像上级很大 我未来还想要用加盟 像那个鸡蛋糕那样的加盟 喔小摊车啊 嗯我自己的很美丽的幻想 那你要帮人家生产啊 因为他没时间做啊 没有鸡蛋糕也是自我教你怎么制作 你就自己制作啦 那你至少是不是要办成品给他们 让他们比较快 嗯对原物料应该是 就是我这边对对对 然后他就是搞一个摊车 然后现场捏就成型就卖 嗯没有要在家直接卖 因为还有烤箱 可是烤箱越大你的那个 每次的那个产量不是就越大吗 所以用一口造型服输 就是主要是你不用很大啊 嗯对我第一点就是要简单 嗯让每个人都可以上手 对对 就是每个都可以直接在家里就制作 他就可以创业 哎我这样听你这样一路上 你也没有什么大的挫折 那为什么会特别想帮助这些妈妈 有些人是自己走过很痛苦啊 因为我们在接小孩的时候 互相就会互相聊天 哦会感受到他们的心 就会聊天就是 有些妈妈都会为了钱的烦恼嘛 哦 然后不好意思跟老公一直伸手要钱 然后就觉得 哦要缴学费啊 又要什么就会觉得很害怕 嗯对 但是我是看着我老公真的是蛮辛苦的 嗯对我想说加减分担一点 就是没有办法说想说可以养一个家 但是我觉得加减分担一点也是可以的 嗯对 所以现在还是有一定的这个营业额了 哦有啦 每天起床都一直在做 嗯一定的营业额还比上班好一点 嗯嗯嗯 所以这条路是走对的 那这样一次就是因为你 早先有一些手做的经验 让你的美感 嗯我喜欢手做 对因为有些人就是没有美感做起来很丑 不会啊那个手把手教都还是可以的 像我女儿才那一开始她才中班而已 我就教她就让她当黏土 嗯在捏那个造型 嗯 蛮漂亮的很可爱 然后她自己也很有成就感 就是假日的时候 然后让她去练习 然后她她就再丑她也自己吃了很开心 所以这个也可以发展成现场DIY 有啊就是水豚军华山水豚军就是现场给小朋友DIY 哦 就六日 那跟本来配方有什么差别 因为她没有办法考吗 呃现场 现场 现场考 嗯 他就是一一天有会有两场 嗯 上午场跟下午场 然后直接做完 然后就直接进烤箱 我懂了 因为在室内还是可以做一些 可以可以可以 因为华山是室内有一个就是烘焙区 那小朋友体验 黏自己黏的水豚军的造型 然后黏完之后20分钟回来吃 这样子吗 嗯对 或者他们自己带回家也可以 我假如我今天是做一般的凤梨书 我觉得我跟别人没有太大的特色 就是就变拼价钱 你一样是凤梨书 那我一定去买有名的 搭大牌子的 我不一定要买你的 但是我做的造型 大家会觉得 诶 一样的价格 其实我跟大牌子的价格是一样的 嗯 但是我有多的造型 像比较起来 大家一定会买我的 就你的CP值比较高 对 谢谢我们的一如老师